还有十恶 而常住善道 就是说善恶虽然都是空 但是菩萨还是要修善 不能说善也空、恶也空 那就不用断恶修善 那么是说善恶性都是平等 都是平等空极 但是菩萨还是要修善 为什么呢?因为要色化众生 要成就佛道、庄严佛土 所以一定要修善 所以而常住善道 常住于安住 我们说应住 住在这个善道 再来双照有无二相 明一切是,互非偏空 这个是是 前面写是 就是如果以后你对照前面的话 前面说一切自 见有无二相 就是说双照有无二相 明一切自 故非偏空 那么我们前面说 它是中道是遍入二地 所以双照有无二相 明一切自 这个一切自 就是如果用不是以佛的一切自来说 这个一切自叫做照空 照空 我们说这个一切自 声闻能够证一切自 在声闻来说 他的一切自只能照空 在佛来说 在菩萨来说 他的一切自双照空有 也就是说 在佛无二相 这一切自就是中道自 而不是空自 所以前面说 今天菩萨他知道 中道遍于真地跟俗地 所以前面在菩萨视线 或者是实地视 或者是佛说法 或者是菩萨修善 那么这个有当中都是中道 现在呢 这个中道遍于空 遍在一切自 所以说双照有无二相 明一切自 那么如果是声闻的一切自 只能照无 只能照空 那么菩萨这里呢 一切自就是中道第一地 所以他也能照有 也能够照空 所以一般来说 一切自呢 声闻正一切自 菩萨正道种自 那么佛 法身菩萨能正一切种自 那么 他也是不一样 所以一切自一般来说是空 但是呢 在菩萨这里呢 他也能够照有 所以前面说 菩萨他知道 在二地当中都有地一地 所以我前面说 菩萨照有的时候 不执着于有 而心心中道 菩萨照空的时候 不是偏空断面 而呢 具有诸法 有慈悲喜舍 这个愿力 所以故非偏空 那么这个是讲这个一切自 所以一切自在声闻呢 是照空 到这里菩萨呢 它是双照空有 所以不一样 所以不一样 再来说 虽行出世道 而不住涅槃 故现一切射身 六道 虽行出世道 就是我们看196页 倒数第五行 第六个字说 一切自入十禅之恨 三十七道 而现一切射身六道 那么注解比较简单 那么在196页说 一字菩萨 他的智能够能够知入十禅之恨 他知道怎么进入这个十禅之恨 十禅之恨呢 我们之前在这个十掌养心这个定心里面 讲十禅之有讲过了 我们看这个163页 我们有讲过十禅之了 就是说这个禅定当中有十种 那么所以叫做十禅之 163第四行 说而九次地定又总依十禅之所成 那么这个所以说十禅之就是九次地定 就是前面说 师子奋训三昧等等的 这些九次地定 所以总依十禅之所成 所以这个十禅之就是禅定 我们再翻回来 196页 十禅之恨 还有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就是 四念处 四如意足 四正寝 五根五立 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那么这样有三十七道品 那么 我们再翻回来 199页 倒数第三行下面 说 虽行初四道 而不住涅槃 固现一切色身六道 所以欧毅大师他注解说 十禅之三十七道品 是属于初四道 初四道 它能正涅槃 而不住涅槃 也就是说 他能够正空 而不住于空 互现一切色身六道 所以他不住于涅槃 而现一切色身 在六道当中 度化众生 这个现身六道 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我们刚才说 菩萨的中道 能在空而不住于空 在有而不住于有 所以那么他也能够 即空有 都是中道 那么这个是第五个 再来善能分别诸法相 这旁边写六 于地意义而不动 就是菩萨他善于 能够分别诸法的差别相 但是虽然了知 种种无量诸法的差别内 但是种种的差别都是地意 所以他见一切法 都是安住在地意当中 而不动 就是说 善能分别诸法相 于地意而不动 那么也就是说 他这个是中道 如果我们是凡夫 我们分别诸法相以后 就变成分别执着 那么二圣人就想说 那我们不要分别诸法 我们住于空 那住于空又不能够利益有情 那么菩萨他是 能够分别诸法 种种差别相 那么又安住于地意地而不动 所以这个菩萨死死都在地意地当中 如如不动 下面说 顾色色之分 虽了其起处入处即受报处 而心心无福 光光照一切 顾于色色之分 色色就是形形色色 那么菩萨他自己也好 众生也好 他看到众生的形形色色 色色就是形色 知分就是部分的 叫做知分 如果形色是总体的话 那么知分分分 前面是讲色色分分 色色是总体 分分就是知分 知分就是部分的 分知的 那么菩萨他能善于分别 所以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 虽了其起处入处即受报处 起处就是从何处起 入处200页 二零零页 入处就是说他入于何处 然后以及众生的受报处 他都能够知道 那么 而心心无福光光照一切 但是菩萨他虽然能够分别一切法 可是他心中没有福 就是分别执着 他不会说这个人是怎样 那个人是怎样 菩萨他知道这个人的来处 起处入处 他将来受报处 菩萨不会分别说 这个人是如何 那个人是如何 他是平等没有差别 所以叫做无福 福就是分别执着 前面说他能够分别一切法 能够在地一地也不动 所以他是没有福 然后光光照一切 光光我之前讲过 说我把它解释成悲至 因为有两个光 一个是悲光 一个是至光 悲就是要拔苦 救众生 至光当然他是安住在地一地 不会说救众生 受众生影响 那么他所以说 我把它说光光照一切 光光照一切 就是说他的这个智慧 跟他的慈悲 时时刻刻能够照众生 悲就是要拔他的苦 不会去分别说 这个众生有缘没缘 这个众生对我好 对我不好 这个众生根气怎么样 他的身份如何 他没有这个分别 就是有悲光 拔苦 至光 平等 没有差别 所以光光照一切 我把它解释 这个悲至 不然的话 这个就两个字了 对不对 就重复了 那么这前面六种 就是他正于中到 第一地 所以他在俗地 在真地 在有 在空 东通是第一地 所以他也能够 正中到至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的意思 下面说 总结 结论说 此则正于念不退位 入于无功用道 故无声信仁空会 常献在前 此 出地 他已经正得念不退 在念不退 依这个别教来说 出地正得念不退 那么他念不退位 入于无功用道 无功用就是 不假造作 不用作义 无功用就是 任运自然 什么叫任运自然 我们比喻说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人来了 那么你要应他的话 那么你用画的 或者是用照相的 你就要去想办法 起心动念 如果是镜子来 你来了 镜子自然就照你 那么你走了 镜子里面自然就没有 那么这个任运 就是不假作义分别 也就是说 菩萨他到这里有功德 他十方众生 他任运就能够度化 所以叫做无功用道 故无声信任空会常献在前 无声信任 无声信任 旁边写中道 无声就是中道 那么因为他正中道 那么这个空会 那么空会 因为菩萨的空 就是中道就是中道的空 不是二圣的空 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的空就是中道 那么他的空也具足诸法 他的空有慈悲喜舍 所以这个无声信任空会 常献在前 那么这个空主要就是平等没差别的意思 常献在前 现在前也能够利益众生 于一地中通达一切诸地法门 不能一死而行 在出地当中就能通达 十地一切诸地的法门 不能一死而行 所以他能够同时去做 前面说一死 俱足 就是说他能够同时去做 这个死地 无杀的这个功德 良由教道虽别 正道同源 故功德海障 非言所庆 我们前面这个196页 我们再看一下196页 他的总结比较简单 倒数第三行 下面 世故无声信任空会 常献在前 从一地二地乃至佛界 其中间一切法门一死而行 就是说这个诸地菩萨 他能够从一地乃至到佛界 他能够视现成佛 前面说有这个 这个佛的实力啊 十号啊 十八不共法 他都能够 所以乃至佛界 其中一切法门一死而行 同时都可以做 出地乃至佛地 最后说 顾略出平等地 功德海障行愿 所以略就是简略的说出 这个出地呢 平等体性地的菩萨呢 他的功德海障行愿 他的功德呢 如同大海 那么富长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跟行愿 那么现在略出 就是简略说出来 如海一地 矛头许事 那么就好像大海的一滴 或者是像这个身上的一个矛 矛头就是矛尖 矛端的一点点的事 那么翻回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只简略的说出地的功德 那么二零零月的第四行 他说良由教道虽别正道同源 教道就是 旁边写别教 虽然呢 他我们用别教来说 出地呢 正这个中道 那么教道虽别 就是行因啊 行因不同 就是说他最初行因的时候 修行因地的时候 跟原教不一样 原教呢 是最初就能够正得中道 所以叫做明智即佛 可是别教最初都不能正 只是养性中道 那么自己想象说 我要不能偏有 我也不能着空 所以我要行中道 那么以为那个中道 就是超出那两边之外 所以他教道就是说 他的教法 教就是教法 那么道呢 就是说他的修行 他的教法的观念 跟他修行的方式 虽然是属于别教 但是正道呢 但是他正得之后呢 他跟同于原教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别教的出地 所正跟原教的出注 正的都是一样 所以正道同源 故功德海藏飞延所庆 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呢 像大海的所含长的那么多 飞延所庆 这个庆呢 就是用尽叫做庆 用完了叫做庆 我们一般人家说 庆足难书 庆就是用尽的 就没办法写 那么这个庆 就是用尽的意思 所以不是言语能够说得完的 意思就是说 出地不照他的功德 我们只是说他少分 不是语言能够说完 这个是出地 再来心二善会地 那么尽会地 他的经文很长 你看201页 一直到203页 那么他的经文 如果我们都念就蛮长 那么我们就不念 我们先念一部分 我们先看200页 若佛子 菩提撒舵 尽会体性地 清静明达一切善根 所谓慈悲喜舍会 一切功德本 从观入大空会 方便到至终 见诸众生无非苦地 皆有四心 三二道刀杖 一切苦恼园中生事 名为苦地 三苦相者 如者如生出觉 从刀杖生色 因二缘中生觉 为行苦缘 赤意地觉 缘生觉所缘 得刀杖 及身窗种等法 故觉苦苦缘 众故苦苦 赤受行觉恶心 缘向身色 因坏窗中生苦觉故 名为坏苦缘 明为坏苦缘 是以三觉 四地生三心故 为苦苦苦 这是三个苦 一切有心众生 见识三苦 其无量苦恼因缘 故我于世中 入教化道三昧 献一切色身 于六道中 十种辩才 说诸法门 为苦事苦缘 刀杖缘去 苦事行生 窗种发坏 内外处中 祸聚不聚 饥缘中生事 四座四寿 处是名为苦事 行恶缘故 心心缘色 心处处脑 受繁独时 为苦苦 心缘四出在根绝缘 名为苦绝 心作新寿 二零二页 处是觉处 未受繁独时 是名辛苦 逼则生觉 如灼死火 余生心念念生灭 生善坏转变化 适入坏缘 缘极善 辛苦辛劳 受念后 缘染着 心心不舍 事为坏苦 三界一切苦地 那么我们先念到这边 下面说 复官无名吉 就是吉地 吉地 我们再翻回来 因为苦地特别长 特别长 那么我们后面就不念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刚才念的 他说若佛子 菩提撒舵 就是菩萨 觉有情 自觉觉他 那么善会体性地 这个二地叫做善会体性地 清静明达一切善根 清静旁边写离构 明达旁边写善会 因为我们有的经典 二地叫做离构地 租地叫做欢喜地 租地欢喜地菩萨 二地叫做离构地 那么这里是讲善会 但是后面会解释善会为因 离构是果 所以清静旁边写离构 明达就是写善会 就是菩萨因为他离构 然后明达就是有智慧 通达 一切善根 所谓慈悲喜舍会 一切功德本 那么他的善根就是慈悲喜舍跟智慧 这个是为一切功德之本 那么到这边是总标 那么下面主要分三段 那么他主要是对这个慈悲喜舍会 这五个呢 这个善根来解释 那么但是他分三段 一个是慈悲喜三个合在一起讲 然后舍 然后会 分三段来讲 所以一个是讲慧品 一个讲舍品 一个讲慈品 那么解释这个菩萨他的慈悲喜舍会 下面说从观入大空慧 方便到至终 这个就是第一个观 这个观这个慧品 观慧 因为他说从观入大空慧 所以这边写一 这个大的一 那我们再看这个202页 202页 倒数第四行 好了说慧品具足明根 这是前面讲观慧 一切慧性起空入观 是初善根 第二观舍 这个观舍是第二 然后203呢 第三行 四为蛇品具足 第三次观 这旁边写慈 慈悲的慈 所以他的大纲有三个 第一个观慧 第二个观舍 第三个观慧 再翻回来200页 倒数第三行 所谓慈悲喜舍会 一切功德本 所以他把它分成观慧 观舍 观慈 那么下面呢 从观入大空慧 这个是第一个大标 就是观慧 那么观慧呢 下面就是分苦即灭道的意思 分苦即灭道 所以说 从观 入大空慧 方便道至终 那么下面有分四个 第一个呢 见诸众生 无非苦地 从这边开始讲苦地 就是说 二地上慧地的菩萨 他观这个慧品的时候 他入这个大空慧 这个大空 这个大 我觉得应该把它说 这个大就是法身 法身的空不是一般的空 所以叫做大空 所以叫做大空 因为菩萨的空呢 就是中道 我们前面说这个菩萨 他观空 观 观有的时候呢 都是中道 那么从这以下出地以后 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的空呢 叫做大空 这个大的应该是法身 中道法身的空 而不是一般的空 如果二圣的空里面是空极的 灰身灭自 对不对 没有身心 没有慈悲 没有愿力 也没有这个菩提 那么但是 法身的大空里面 有愿力 有慈悲 那么有庄严佛土 有度化有情 所以这个大 说它是法身 观呢 这个法身的空 然后用这个会呢 方便道之中 见诸众生 无非苦地 那么这个第一个 叫做观苦地 那么我们刚才念的 都只有苦地 那么我们先 简单解释一下 他这里说 见诸众生 无非苦地 皆有四心 三二道 刀杖 一切苦恼 圆中生 四 名为苦地 他说 见到一切众生 都是苦地 为什么都是苦啊 因为呢 一切众生 皆有四心 四心就是分别心 分别心 我们一般说 众生呢 就是元律分别的心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四心 然后呢 加上三二道 刀杖 如果我们在三二道里面 就有刀杖 然后一切苦恼源 一切旁边写人天 一切旁边写人天 除了三二道有苦 人天也有苦嘛 一照后面 述解说 一切就是人天 就是说 为什么叫做众生皆苦呢 因为众生都有心 然后又有三二道 还有人天 一切苦恼 圆中生 四 这个四就是受苦四 受苦的四 这里一开始说 苦地 看到众生 大家都是苦 那么呢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心 四心 就是分别心 因此呢 在三二道里面 在人天当中 一切的苦恼源里面 就会产生四 这个受苦四 所以名为苦地 简单说 三界皆苦 从三二道一直到人天 三界都是苦 那么下面说 三苦象者 那么苦呢 就分三苦 苦苦 坏苦 行苦 这个之前我们也有讲过 在十发区里面有讲过 三苦 但是那个是叫做忍心 那个是叫我们忍苦 在前面有讲过 那这里呢 是讲说这个苦的因缘 三苦象者呢 如者 比如说呢 如生出觉 从刀杖生色 因二缘中生觉 为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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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为什么都是苦呢 比如说生出觉 后面注觉说 这个色身 生世 它本来就有觉 因为我们执着这个色身嘛 所以色身一定会有觉受的 那么从刀杖 就是说在三界里面一定都是苦 我们举这个刀杖打来说 从刀杖 生色因二缘中 生色就是说 刀杖是外色 那么生色是内色 都是色界 这两种缘当中 生觉 觉就是世 生这个前面说 生世 那么我们因为有身体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 心事二缘 行为最守 我们人呢 我们为什么苦呢 就是因为有生嘛 所以有生之后呢 就会有这个觉 视为行苦缘 它这一段就是说 我们生有觉 这个就是我们行苦的缘 缘呢 因为我们有生 所以就会有行苦的缘 再来次 异地觉 就是第六识 前面生被打之后呢 第一刹那呢 生呢 刚开始受的时候 接下来异地觉 缘 生觉所缘 缘呢 就是因为啊 第六一识 缘于这个前面色身 所缘的这个 所缘的信件 然后 得刀杖 即身疮种等法 故绝苦苦缘 这个得呢 我就是取啊 取 我们被打以后呢 被打之后呢 第六一识才在分别 那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得就是取 就是取向 取向呢 这个刀杖 就是说我们 第一次被打的时候 第一刹那的时候 意识呢 还不明了 然后呢 再来意识明了之后 啊 这个是刀 这个是杖 这个是众生 以及呢 身窗种等法 刀杖是外面 打在身上呢 就有这个窗 种 种是被木杖打 窗呢 是被刀割 所以这个窗就是金窗 啊 啊 创伤的意思 我们现在说创伤嘛 以前叫做窗 被金属刀割的叫做窗 啊 所以我们有一种药 叫做金窗药嘛 对不对 啊 那么种是被杖打的 所以被刀杀的叫窗 被杖打的叫做种 啊 那么这样子呢 第六一识 看到这个刀杖 看到自己身上呢 受伤了 或种起来 顾决苦苦缘 啊 所以就觉得这个 第六四呢 就是我们决苦的这个苦苦缘 啊 重 顾苦苦 啊 那么因为这个是极重 所以叫做苦苦 啊 再来呢 啊 第三 啊 刚刚没有写一二三 第一个就是行苦缘嘛 然后再来 这个苦苦缘 第三呢 赐受刑绝恶心 前面呢 有这个受苦绝 还有行苦绝 啊 两种心呢 原相生涩 因坏窗中生苦绝 故 名为坏苦缘 啊 就是说其次啦 因为啊 前面有这个 受苦的第六一识 跟行苦的身世呢 啊 两种心呢 原相 啊 相就是之前 先前呢 身色因坏窗中生苦绝 啊 就是说后面呢 之后呢 色身呢 坏窗 就是说 现在被刀割了 啊 刀割也是一刹那而已啦 被枪打也是短暂时间 啊 被杖打 之后呢 啊 这个色身呢 啊 它有一个坏窗 啊 受伤的地方 啊 那么伤口 啊 那么在这个坏窗呢 之后呢 慢慢慢慢渐渐呢 啊 它叫做坏窗 就是在变 坏就是变化 变化 啊 比如说我们被刀割伤之后 啊 那么慢慢这个创伤呢 它有变化 啊 那么在这个 当中呢 生苦绝 啊 所以依照后面呢 就是说 第一个是因为有生 啊 所以才会被打嘛 第二个被打之后有第六意识 所以才会分别啊 觉得苦啊 然后再来呢 啊 因为有生事有意识之后 我们色身被打了受伤了啊 受伤如果有治疗 也是会痛啊 没治疗更痛啊 那么 在这样子的变化当中 叫做坏 啊 所以在射阴的坏窗当中呢 生苦绝 名为坏苦元 所以叫做坏苦元 啊 那么是以三绝赐地生三心 啊 就是第一个生绝 然后异地绝 啊 受行绝 三个赐地生三心 啊 就是 行苦 坏苦 苦苦 为苦苦苦 啊 所以这样子呢 就是苦苦苦 三个啊 赐地来说啦 啊 从行苦 那么 苦苦 然后坏苦 啊 那么所以故为苦苦苦 那么这个是菩萨呢 啊 那么知道说这个苦啊 所以说一切众生无非苦地嘛 啊 三界都是苦嘛 就是苦苦 坏苦 辛苦 啊 下面又说一切有心众生 见世三苦 起无量苦恼因缘 啊 那么一切众生呢 看到世间都是苦 啊 那么这个在苦苦 坏苦 辛苦当中呢 众生呢 有无量的苦恼 啊 所以又起无量的这个苦恼因缘 啊 就是为了要消除这个苦呢 他又造了这个苦 比如说 我们说杀生报仇 好了 我们现在被杀 啊 因此呢 我苦啊 苦了我就报仇啊 啊 对不对 你杀我 我就杀你啊 对不对 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病苦啊 那么就杀众生来吃啊 那么这个叫做 起无量苦恼因缘 因为还会再造更多的苦啊 众生不知道原因 所以就做了其他的 啊 下面说 故我于世中路教化道三昧 所以菩萨呢 要教化众生 啊 这个下面我们等下再讲 啊 先休息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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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201页 第五行 说一切有心众生 见事三苦 起无量苦恼因缘 前面说一切众生都是苦地 一切众生 三界都是在受苦 所以一切众生见到三种苦 苦苦 快苦、行苦 那么就起无量苦恼因缘 又继续在照 无量苦恼因缘 故我于世中 入教化道三昧 献一切众生 于六道中 十种变才 说诸法门 所以我在这个众生当中 入教化道三昧 这个旁边写意 意液入于三昧 叫做教化道三昧 就是教化众生的三昧 然后献一切众生 旁边写生业 意念心中想要教化众生 入教化道三昧 那么生献一切众生 于六道中 那么十种变才 旁边写口 口叶 用十种变才 说诸法门 说无量无边的种种法门 那么告诉众生 下面说 简单的也是叫他们四弟